现在朝我们走来的 是令本地野狼闻风丧胆的一群街溜子 别看他们一副嬉皮笑脸 憨态可居的样子 实则装备精良 每条狗子都有与野狼单独较量 并且活着回来的战绩 而今天的视频中 狗子们依然如往常般勇猛 他们在一处空地成功抓住了一匹狼 博主的砍高犬团队全员出动 因为博主的叔叔在早上放羊时 野狼在树林中袭击了他的羊群 博主在街道通知后 迅速赶着他的羊群 带上了七条砍高犬 和一条黑白相间的巴尔干猎犬 前往他叔叔早上遭遇狼的地方 树林茂盛 非常适合狼的栖息 为了防止牧羊犬在树林中遭遇狼的突袭 博主给七条成年砍高犬都佩戴了防狼项圈 羊群在树林中很容易遭到狼群的偷袭 还好博主的牧羊犬们刻进直守 在赶往事发地的途中并没有遭遇狼的攻击 显然 羊群也意识到在树林中容易被狼抓住 因此 他们一直紧跟博主和牧羊犬的脚步 时间来到了两小时后 一切似乎安好 博主在路上并没有遇到狼羲 事实上如果在行进的路上遇到野狼 博主的牧羊犬会咆哮着朝狼冲去 他们的声音也会在一侧的山坡上回响 可是就在博主以为狼可能已经在白天退回到更深处的山里时 他的狗似乎发现了什么变得格外兴奋 博主迅速指挥他的狗去追踪这个威胁 就在他话音刚落 右侧山坡上传来了砍高犬的叫声 这叫声非常剧烈 显然是在追击某个目标 从声音判断 狗似乎在追逐什么东西 从山坡朝山谷跑去 博主急忙将镜头对准对面山坡 试图在树林中找到他的狗 可惜 树林茂密 博主并没有看到他的狗或被追逐的生物 他说道 我的狗刚才看到一个动物朝这边来了 朋友们 我现在尚不知道那是什么 是的 他的速度很快 我的狗干得很好 他们发现了他 把他赶走了 现在让我们看看能否发现他 我的狗就在对面山坡的树林中 我刚才看到一条狗在树林里 现在我们将注意力集中在对面山坡的苏树林中 虽然在树与树之间有零星的空地 方便我们观察 但依然很难发现狗的身影 那么 博主是如何确定狗追赶的是一匹狼 还是一头野猪呢 事实上 博主目前并没有确认狗是否在驱赶狼 画面给到博主的巴尔干猎犬身上 他刚刚从山谷出现在博主身边 听到砍高犬的狂吠声后 抛下山谷 出现于对面山坡 四周一下变得安静 只有风扫过树林的沙沙声中 透露出一丝诡异 博主凭住呼吸 仔细聆听的同时 将镜头尽可能对准树林中的空隙 博主坦言 他可能错过了最佳时机 狗追着什么动物 应该从这里跑过去 就在博主感到遗憾的时候 方才出现在对面山坡的 巴尔干猎犬的白色身影 在树林中一闪而过 随后响起了狗子的狂吠声 狗子移动的方向是朝对面山顶去的 这说明砍高犬已经追着不明生物 从这里跑过 博主还在仔细观察山坡的空地时 狗子激烈的犬吠声再次响起 位置在半山腰 博主急忙抬高镜头 但在拉近的画面中没有看到狗 也没有发现被狗追击的生物 不久后 砍高犬的叫声再次从对面山坡传来 此刻 博主终于确认他的狗在驱赶狼 他说道 朋友们 下面有狼 我很确定 卡拉卡还有咖啡 他们发现了狼 在博主说话的同时 他仍然试图看到狼的身影 但遗憾的是树林太茂密了 而且由于距离的原因 博主甚至无法确定狗的位置 但无论如何 狼已经从刚才危险的位置一开 狗已经在羊移动的方向发现了他 并追赶狼下山 博主决定换个位置 尝试拍下他们的画面 他说道 如果刚刚没有狗 叔叔的羊群可能已经被狼袭击了 这些狼躲在树林中 我无法看到他们 但我的狗嗅到了狼的气味 博主来到山脊 将画面给到下方的山坡 因为他听到狗的狂吠声 声音朝远处山谷跑去 在原始画面中 我们依稀还能听到狗的叫声 声音逐渐变得越来越远 就在这个位置 博主几乎无法看到他的狗 只能听到狗的叫声越来越小 因为他们都在朝远处移动 忽然 在对面一侧山坡 传来了较为清晰的狗叫声 那是博主叔叔的狗 从博主所在的位置出发 赶到了现在的位置 在博主左侧的山坡一侧 博主叔叔的牧羊犬 听到了博主狗的叫声 从左侧山坡过来支援 而狼只能朝更远的位置跑去 仔细听 还能听到在左侧山脊处 博主叔叔驱赶狼的吆喝声 左侧山坡有博主叔叔的狗 在对面右侧山坡 有博主追击狼的狗 而在山脊上有博主 这样就更加确认 狼的位置就在博主手指的方向 博主决定换回他的牧羊犬 因为他们已经将狼 驱离到很远的位置 时间来到了半小时后 三条去驱逐狼的坎高犬 终于回来了 他们从博主脚下的山坡现身 狗子们应该累坏了 但博主并没有发现狼的血迹 因此 他们并没有抓住狼 就在博主夸赞他的牧羊犬 如何英勇时 他的叔叔却在山上 发现了一只被狼猎杀的羊 这段视频是博主叔叔拍摄的 狼群异常残忍 他们首先吃光了羊的内脏后 肢解了羊 在地面拥有大量羊的碎片 还伴随着羊血遍布山坡 可能是因为 刚才牧羊犬发现了狼的行动 狼并没有来得及吃掉那只羊 因此 博主判断狼群还会回来 他果断带着方才的街六子们 准备伏击这群猎杀了羊的狼 博主埋伏在被猎杀的羊 和羊群头顶的山坡上 居高临下地 观察在山坡空地上吃草的羊群 从博主给出的画面来看 街六子们也已经准备好了 只等狼从树林中冲出来 抓住在空地上吃草的羊 博主提到 狼很可能就躲在附近的树林中 虽然刚才狗子们已经把他们赶得很远 但如果狗离开 狼可能会再次从树林中冲出 叼走猎物或捕杀在林地边缘吃草的羊 这样的等待持续了数个小时 时间很快来到中午时分 博主在山下空地休息时 忽然发现街六子们朝一侧山坡上跑去 狗似乎发现了什么 变得格外警惕 博主无法以最快的速度徒步赶到 只能展开声援 吃圆他的狗 狗的确在山脊发现了危险 迅速发出狂吠声 不久便消失在山脊后面 博主估计 这可能是猎杀羊的狼回来了 这些狼埋伏在山脊树林中 只等着在空地上吃草的羊爬上山坡后抓住它们 还好 博主的狗保持了高度警惕 提前发现了狼 并朝狼的方向追去 博主试图在山脊上看到狼的身影或狗的踪迹 但很遗憾一无所获 狗去追狼了 并在半个小时内没有回来 这让他的羊群暴露在了危险之中 博主担心狼可能故意将狗引开 从而给其他狼抓羊的机会 无奈之下 博主只能开枪 恐吓可能躲在附近树林中的狼 并等待狗的回来 这一等又是半个小时 博主最终决定去山上寻找他的狗 因为狗已经一个小时没有回来 说明他们很可能抓住了狼 砍高犬是忠诚的牧羊犬 他们在速度上无法追上狼时 会很快回来保护羊群的安全 现在已经过了一个小时 这足以说明可能有更吸引他们的目标 让砍高犬停下了脚步 根据狗子们的狂吠声 博主在山下的一处空殿 发现了一匹被砍高犬猎杀的狼 狼应该已经被猎杀了好一会儿 接流子们见博主到了 旋即又兴奋的一阵捕刀 博主夸赞了牧羊犬的英勇表现 并表示晚上会给狗子们夹鸡腿 以表庆祝 好了 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此类视频的朋友 记得点赞 订阅并分享我的频道 我是探长 下期视频 我们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